凌晨的墓地雾气弥漫 逝去的老者正在墓碑上 大谈深思看淡 不服就干 先不说大爷大晚上 在墓碑上唠嗑是想吓死谁 目前的男子反正是听得泪流满面 只见他胸口流淌着鲜血 小哥陪老者去了 给纽约警方留下了一个大大的谜团 死者叫做珍妮玛盖斯 是位助理律师 死因是胸口的枪伤 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打开着 凶手似乎翻找过什么 迈出在墓碑前发现了黄色的气球 只听说给逝者鲜花的 这鲜气球是什么鬼 凶手忘了捡走杀人后的蛋壳 这是一颗9毫米口径的空蛋壳 墓碑上的老者还在嘚逼嘚 嘚逼嘚说个不停 他叫做库伯 报案人是库伯的孙女珍妮佛 她是今早来拜祭爷爷的时候发现尸体的 可珍妮佛表示 她和爷爷从未见过死者 他们互不相识 既然如此 盖斯为何会死在一个不认识的人的墓前 事件结果显示 盖斯是被子弹打穿了大动脉 导致失血过多而死 奇怪的是 他的伤口中居然没有蛋头 甚至连个蛋片都没有 难道是凶手在事后把蛋头挖出来了 亚当提取了公文包上的指纹 最后触碰过死者公文包的 是一个叫做威廉的暴徒 这家伙穷凶极恶 刑法就好似他的犯罪目录 几乎每一条罪名他都触犯过 威廉被警方抓过无数次 已经养成了见警察就跑的条件反射 话说你跑得再快 难有子弹快吗 于是威廉又又又又被抓了 理由是拒捕加袭警 警方在死者的公寓 发现了威廉闯住的痕迹 死者的公文包上 也有威廉的指纹 原来威廉正在被起诉一条抢劫案 死者恰好就是起诉他的律师 这或是想潜入死者家 销毁证据来者 听说盖斯挂了 威廉穷凶极恶 可他否认是杀人凶手 再说警方手里也没有证据 死者伤口中的硬纸片 是子弹的填充物 原来凶手用的是一颗空包弹 因为空包弹没有弹头 所以会在弹壳里塞一些硬纸片 一般情况下 空包弹不会伤人 但如果是近距离的射击 火药依然会让硬纸片 产生很大的杀伤力 或许凶手并不是蓄意杀人 据了解 死者不单是个律师 还是个婚礼策划人 旅行经纪人以及心态 他租下了一间办公室 将这些办公室 分别改装成了三个不同的工作室 工作室里有电影海报 摄像机 如同一间以假乱真的摄影棚 死者似乎有意在伪装自己 林塞还在办公室里 发现了另外一个红色气球 以及一个装满照片的信封 信封里有几张大头照 每个人的脸上都被画了一个红叉叉 其中还有Jennifer的照片 可先前Jennifer明明说不认识死者 于是弗拉克带着Jennifer的照片 左顾右派 终于在市区发现了Jennifer的踪迹 不想这姑娘见到警察之后撒腿就跑 弗拉克一口气 追着她八条街 姑娘转身就从怀里掏东西 被路过的巡警一枪打中 只见她居然掏出了一把水枪 这姑娘是逗逼嘛 原来Jennifer参加了一个名叫 水枪之战的游戏 就是拿着水枪到处资人 参赛者起初有一百个 如今淘汰的只剩几个人了 每个参赛者都会得到一个信封 信封里装着刺杀目标的照片 他们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找到照片上的人 用水枪或者水气球资他 最终的获胜者就能得到十万美金 原来Jennifer是死者的目标 所以死者的手里才会有Jennifer的照片 被打了红叉的都是淘汰者 游戏鼓里有创意的杀人方式 比如Jennifer为了击闭目标 乔装过餐厅的服务生 还有出租车司机 这就解释了凶案现场 以及死者办公室里的水球 死者是游戏玩家 所以将办公室伪装成了摄影棚 为了迷惑刺杀目标 所以隐藏身份 谎称自己是婚礼策划和心态 棘舍的是 游戏的组织者通过匿名电话 与玩家们联系 再将撞着照片的信封 放在指定位置 没有人知道组织者是谁 也不知道其他玩家的名字 Jennifer是死者的目标 那么死者又是谁的目标呢 会不会是玩家假戏真左 把他给杀了 Jennifer的下一个目标 是照片上的亚裔男子 于是警方找到了亚裔男 在他的信封里 找到了下一个目标斯科特 再通过斯科特的信封 找到了下一个目标黑姐 最后又通过黑姐的信封 找到了下一个目标杰克 杰克正在打电玩 他特别喜欢枪击类的游戏 弗拉克打开了他的信封 原来杰克的目标 就是死者盖斯 到此 所有的幸存玩家 完成了一个闭环 死者是杰克的目标 可杰克坦言 自己从未见过盖斯 如今盖斯被人截胡了 无法完成任务的杰克 也要被迫出局 他有什么理由杀人呢 值得提的是 目的到黄色水球上 检测到了凶手的口水 但是杰克的DNA 与气球上的口水不相符 就这样 杰克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凶手用的是空包弹 也是拍枪战戏时常用的道具 死者生前曾伪装成了星坦 将办公室改装成了摄影棚 想到这里 慢数灵机一动 难道凶手是个演员 而死者击毙的名单里 恰好就有一个演员 他叫做克里斯 是个郁郁不得知的三流演员 他正带着女儿 参加电影人数之间的试镜 克里斯娴熟地背诵着角色 乔治米尔顿的台词 乖巧的女儿 是他唯一的粉丝 看麦舒相貌端正 克里斯以为麦舒也是个演员 便毫无防备地展示了自己的枪 麦舒拆开一看 弹夹里都是空包弹 很不幸 麦舒说道 我的角色是个警察 就是抓你的那个警察 原来克里斯一直有个明星梦 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在家里排练 直到死者突然闯进他的生活 他谎称自己是个星探 可以为他安排试镜 克里斯兴奋极了 可就在他愁愁满志 来到死者的办公室 盖斯却悄悄拿出一个水球砸向了他 克里斯也是游戏玩家 死者本可以很快将他淘汰出局 却一次又一次戏弄他的梦想 他可知道克里斯为了这场试镜 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当天晚上 盖斯来到了墓地 等待他的下一个刺杀目标 Jennifer 却不想等来了怒气冲冲的克里斯 克里斯掏出水球砸向他 一边质问盖斯为什么戏弄自己 一边扣下了扳机 他本来只是吓唬盖斯一下 却不想近距离设计的空包弹 也是致命的 他一边又一边地向警方解释 自己不是故意的 不知所措的模样 令曼书心疼不已 有意思的是 克里斯试镜的电影叫做《人暑之间》 面世的角色是男二号乔治米尔顿 而曼书正是1992年版 人暑之间乔治米尔顿的扮演者 克里斯的扮演者叫做蒂姆金尼 参演过《国土安全》 《钢铁侠》等一系列知名影视剧 可惜怎么演都红不了 他的老丈人 是一顾著名编剧霍顿福特 杀死一只只根鸟 就是他的作品 案件了结 画面转到城市的另一边 一位富婆死在了自己的公寓 他叫做凯瑟琳 死者双手被反绑 眼睛被蒙住 没有挣扎过的迹象 身上有男性磕蚪痕迹 猜测生前 正在和男人玩尺度很大的游戏 他的口腔里布满深色的淤青 耳朵有流血 像是被尖锐物品 深深捅进了耳道 警方直接原地支了个架子 用烟熏法熏烤出了尸体表面的指纹 凯瑟琳威里的食物还没有消化 意味着他是在禁食后的两个小时内死的 他的头发里有一些面粉 死因是窒息 舌头以及口腔粘膜 甚至咽喉都布满了圆形的伤口 更恶心的是 法医在他的耳朵里发现了很多虫卵 似乎有条虫子钻进了他的耳朵 产卵后又离开了 为了搞清楚是什么虫子 小黑将这些虫卵培育了起来 如果此时有个昆虫学家 可以省下不少事情 比如拉斯维加斯的老技 胡杰调查道 原来死者是个职业碰瓷 他专门盯着生意好的高档餐厅 一会儿起诉人家的地态滑 一会儿起诉人家的食物不干净 他就这样搞垮了一家又一家餐厅 靠着碰瓷发家致富 两个星期前 他又起诉了一家面包店 说吃了人家的面包拉肚子 联系死者头发里的面粉 难道凶手是面包店的老板 面包店老板最近被死者搞得心理焦脆 死者的诬陷让他名声尽毁 店都快开不下去了 不过他坚称自己没有杀人 于是丹尼提取了他的DNA 警方无法证明面包店的老板 去过死者的公寓 不过绑住死者双手的 是一根男尸的领带 死者不但心里阴暗 吃的东西也很奇怪 他的胃里都是一些 为消化完的蟑螂啊 蝎子一类的东西 恰好纽约有一家新开的餐厅 这家餐厅的卖点 便是面包虫啊 蟑螂这些小众食物 像是油炸蜘蛛 蠕动的马路意大利面 清蒸大蝎子 各位随意 我先呃为敬 餐厅的老板叫做托尼 他记得死者昨晚参加了餐厅的晚宴 当时死者还有一个男伴 两个人在宴会上大炒了一架 昨晚的主菜是千足虫 丹尼拎起一条就吞了下去 托尼接着说 那男的大概四十多岁 块头很大 还有很多毛 我尼玛 丹尼还在嚼呢 好吃到威啊 除了虫子 章鱼也是餐厅最卖做的食物 托尼给他们展示了食用方式 先将章鱼的触须 牢牢地捆在筷子上 都尝不出味道 吃它的意义何在 身吞章鱼十分危险 如果没有捆好 很容易被他的触须吸住喉咙 导致窒息而死 联系死者口腔里的圆形伤口 原来他是被活章鱼杀死的 凶手捆住了凯瑟琳的双手 蒙出了他的眼睛 亲手喂他吃章鱼 再冷漠地看着他死去 死者昨晚还有一个胖胖的男伴 不多久 这个神秘的男伴就现身了 原来所谓的男伴 是死者的私人律师 捆绑死者双手的 正是他的领带 律师说 凯瑟琳靠着碰瓷餐厅发家致富 老板和厨师陪他睡觉 昨晚凯瑟琳又在宴会上 盯上了老板托尼 律师觉得勾搭老板 对他们打官司没有好处 于是他强行拉走了凯瑟琳 两个人也为此大吵了一架 死者是他的摇钱树 于是律师适合又去公寓 找凯瑟琳道歉 顺手将领带扔在了桌上 但被凯瑟琳赶了出去 律师坦言 你可以去打听一下 我以前是玩恐龙的 不玩章鱼这种低端生物 言下之意便是 他不是凶手 与此同时 那些虫乱也终于孵化了 这些是丹尼最爱吃的爬虫 可这东西 怎么会爬进死者的耳朵里去的 胡姐再次带来了关键线索 原来餐厅的老板托尼改过名字 他的真名叫做拉里 五年前 死者和他的律师宣称 托尼卖的食物不干净 联手搞垮了他的餐厅 可托尼从来没有向警方提起过这段经历 原来当年托尼的案子 是通过双方律师在庭外和解的 所以托尼和死者从来没有见过面 但是他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了死者的照片 巧的是 他在昨天的晚宴上 恰好遇见了死者 托尼知道死者的德行 这货一定又是奔着碰瓷来的 托尼绝不允许历史重演 他知道死者对自己有意思 于是特意带着昆虫点心来到了他的公寓 两个人先是缠绵了一番 随后托尼捆住了死者 蒙住了他的眼睛 开始为他吃东西 死者开始吃得很享受 直到托尼掏出了一只小章鱼 他故意没有绑好章鱼的处须 导致章鱼入口的那个瞬间 吸住了凯瑟琳的喉咙 他就这么静静地 看着凯瑟琳窒息死去 事后托尼偷出章鱼 收拾东西离开了现场 可他却不小心遗漏了一条千足虫 这条虫子爬进了死者的耳道 在他的耳朵里产下了一堆卵 托尼控诉道 凯瑟琳死有余辜 五年前因为他的诬告 托尼名声禁毁 餐厅也破产了 他妻离子散 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才东山再起 托尼能怎么办 难道正有那个八婆再来毁他一次吗 话说韩国每年不知道吃章鱼 闹出多少人命 这些人究竟是怎么想的 按下了结 丹尼这一次吃上了饮 特地为同事们准备了米虫意大利面 炖蚂蚁肉串 还有油炸大蜘蛛 同事们都下不了嘴 唯有林塞端起大蜘蛛 啃得津津有味 林塞与丹尼秩序相投 两个人越来越来电 听说炸蜘蛛的味道就像是螃蟹 不知道真的假的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最后为大家盘点一下剧里的熟面孔 厨师托尼的扮演者叫做凯文拉姆 他在CSI Miami第7集第21集中 饰演一名整容医生 绝望主妇第4季中饰演常驻角色利 广告狂人中饰演泰德 炮律师的扮演者是金牌绿燕 文恩奈特 他客串过的影视剧实在太多了 不过最知名的还是侏罗纪公园里爱吃又懒惰的程序员 因不满老板给他的薪水 他关闭了安全系统 盗窃走了恐龙胚胎 最终恶有恶报 一个人知识 文恩奈特在成为演员之前 是个很厉害的私家侦探 我是葛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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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